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为您报道 全台湾出现了第二起 出血性登革热的病例 她是住在台南关庙 一名九岁的女童 情况一度危急 幸好现在已经好转 而因为她并没有出国的记录 所以机管局研判 这应该是一个本土病例 台南县出现第一起 本土登革出血热病例 也是全台出现的第二起病例 一名家住台南关庙的九岁女童 日前出现吐血及休克等症状 确定感染 后来转入家户病房救治 她也是最近三年来 年龄最小的本土案例 幸好情况已经好转 因为血压过低 到后来甚至出现了休克的症状 那已经符合出血性登革热的 这些标准 那索性经过医师 跟她的努力的救治 她现在的情形 有比较好转的现象 从今年三月以来 本土登革热病例 全台湾已经累计141名 其中高雄市有116例 台南县20例 台南市3例 高雄县1例 以及台北市1例 还包括了2例的出血性登革热 南台湾登革热疫情拉警报 民众感到相当紧张 也有民众指出 政府对于清除病媒文的措施 需要改进 政府在防治的时候 能够有新的一套 你只是猛烹药 然后到屋子里面 蚊子杀不止往外 四种不同病毒型别的本土病例 目前已经同时出现在南台湾 病患可能因为先前曾感染到不同型别 而增加罹患出血性登革热的风险 疾管局也再度呼吁民众 要主动清除积水容器 避免遭到蚊虫叮咬 降低登革热上升的几率 记者李苏兰 孟昭全 高雄报导